菲拉尔士啊 他的南下这个功绩 可以说是这个标榜史册 但是比菲拉尔士更值得令人惊叹的是 他的后四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 可以说是从希腊世界出发 一直征伐了整个的亚欧非大陆 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古代世界的 一个昙花一现的庞大帝国 所以亚历山大东征 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开创了更为伟大的事业 如果这个结合教材 我们会看到亚历山大东征里边 提到过这样重要的几个事件 公元前334年的 格拉尼卡斯河之战 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 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 公元前329年的越过乌虎河 然后公元前327年 亚历山大进军印度河流域 最后在公元前324年的时候 回师巴比伦 这是当时亚欧大陆的形式图 亚历山大从这个 马其顿从希腊世界出发 公元前334年的时候 开始踏上了东征的路程 首先他渡过了赫勒斯旁海峡 踏上了波斯帝国的亚洲领土 在格拉尼卡斯河派 与波斯军队交锋 从而打通了小亚的道路 不久啊 他便征服了小亚 因为他的第一步 这个克林斯会议已经决定 整个的这个希腊联盟 以马其顿为首 要东征波斯帝国 所以开始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踏上小亚的土地 征服波斯帝国 公元前333年 他和大刘士三世 会战于叙利亚的这个伊苏斯 在这个地上 再次大获全胜 伊苏斯战争的这个胜利 就使得亚历山大能够横扫 叙利亚 菲尼基 巴勒斯坦 和埃及的广大的地区 尤其是在埃及 这个亚历山大被奉为太阳神之子 在尼罗河入海口处 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城市 叫亚历山大里亚 今天这座城市 依然保持着这个希腊化时代的 这个文明风尚 在整个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里亚 可以说是东西方政治 可以说东西方 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的这个枢纽 这体现出当年 亚历山大东征的这个功绩 在这个 攻占了这个小亚地区 以及从埃及出走之后 在公元前331年 他和大刘士 在亚树古都附近有个地方 叫尼尼威 这个近郊 高加米拉进行了决战 高加米拉战役 结果大败波斯人 进驻中亚和巴比伦 当时这个帕斯伯利斯 王公遭到了喜结 然后这个亚历山大继续东征 在公元前329年的时候 越过了乌虎河 进入了苏特地区 这个中亚地区 在公元前327年的时候 进军印度和刘豫 由于到了印度和刘豫 当时的地理气候 已经不为亚历山大的部族所习惯 再有一个老时远征 那么长的漫长的征战 军事多有厌战思乡之情 结果这里就构成了 亚历山大东征的东部的终点 印度和刘豫 从公元前324年开始 亚历山大班师回营 结果撤回了帝国的首都巴比伦 他将整个亚历山大帝国 定督于巴比伦 东征正式结束 整个亚历山大的东征的过程 我们不但佩服的是 亚历山大本身的勇力 更重要的是 他建立了一个地跨三州 亚非欧三州的大帝国 可是历史发展的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就在于 让我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公元前323年的时候 亚历山大突然身亡 于是 这个依靠武力在短暂的时期内 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 马上又陷入了20年的混战之中 结果在混战的过程中 就建立了 以亚历山大原来的部将 为统治的区域性的三大帝国 他们分别是马其顿帝国 托里米埃及和塞留古王国 这就奠定了帝国分裂的基础 希腊化时代 由亚历山大所开创 一直到基督时代的初年 尽管亚历山大的东征建立了大帝国 尽管这个帝国是谈话一线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 包括他的先祖 菲拉尔士对于整个希腊城邦世界的洗劫 我们看到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一个是他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 内战的混乱的局面 都受归于马其顿的统治 再有一个东方的波斯帝国退出类似舞台 东方和西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 于是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于 那个城邦内战的那个雅典和斯巴达人 建立的那个整个希腊的城邦世界 不同于古典时代这个希腊文化的繁荣 这个时代是一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首次大交融大繁荣大开化的这样一个时代 什么叫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 包括哪个现代化 现代化 化什么叫化 化是成为的意思 希腊化就是把东方的土地化为希腊之一 把东方的文化化为希腊文化的这样一种范畴之内的这样一场用意 但是他能真正的做到吗 他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呀 这个希腊城邦所遗留下来的西方文化 在征伐东方的过程中 随着亚历山大的这个武力征服 在扩展到东方的过程中 他也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东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这是一个文化的交融的过程 是一个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过程 所以希腊化文化绝对不是希腊文化的翻版和扩大 那否则他就构不成一个新的时代了 那他依然是希腊时代 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文化充分交融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希腊城邦虽然由于内战 虽然由于马其定人的这个征伐 他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可是我们看到希腊人的文化却长久的保留了下来 而且通过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始向外扩张 我们讲文明史上的一些事非常有趣 制度甚至是比它这个更变化更迅速的这个器物 可以很快的这个消失在历史的烟云当中 制度的影响稍微又长一些 但是文化的影响却可以突破这个国家 这个地域它的制度 它的经济的传统 这些东西都消失 不要紧 文化的东西依然会产生它长久的影响 在这几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觉得希腊化时代的这个文明交融可以说有它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什么叫希腊化时代 那就是亚历山大的东征造就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州的庞大帝国 在世界历史上东西方世界得以首次大规模的深入接触 自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之死到基督时代初年 一种混合着希腊和东方因素的新文明得以发展史称希腊化时代 我们这门课程叫世界史 世界上古时代呀 文明之间的交融它比较有限 存在着地域文明的特色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否认上古时代 这些最为重要的文明交融及其产生的影响 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你想亚历山大的东征 将多少文明通过交融 容纳为一体 西方的城邦文化 包括埃及 包括小亚地区 包括波斯帝国的文化 都在这里经过了一个会合 成为了一个文化 这个集中展现自己力量的这样一个遗产运动 所以希腊化时代 可以意味着是古代世界一次文化的总结 那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影响就表现在 希腊化时代的东西方的文明交融 促进了君主制和城邦制的结合 引发了地中海世界商贸圈的繁荣和经济中心的东移 造就了富含东西方智慧和世界主义事业的科学和文化 哪些影响体现在政治层面上来讲 你看 这个西方的城邦制虽然泯灭了 但是这个东方的君主制 开始这个时候渐渐的影响了这个西方世界 这是政治制度的交融 同时西方的民主制也在东方有影响 像亚历山大里一样这样的城市 这种自治的城市就带有西方独立城邦的色彩 这是政治文明交融的成果 君主制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城邦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 相互结合相互影响 这是政治上的交融 经济上呢 当时这个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 叫将财富夺回希腊 把东方的财富引回希腊 他是抢了不少东西运到了西方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方已经不再是地中海世界的商贸中心了 整个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小亚地区 转移到这个北非地区 我刚才讲了 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希腊化时代的一个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是因为小亚地区拥有天然的文化交流的这个平台 它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枢纽地带 所以可以说古典世界后期 它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了 这是希腊化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变化 再有一个就是思想和文化 如果学习西方思想史 学习西方文化 我们知道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 讲究的是思辨 讲究的以自然哲学为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思想的贡献 东方是实验主义 以经验为主 埃及的神秘主义 东方的这个技术经验 所以有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们就会看到 西方的逻辑和东方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一种具有富含东西方智慧的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体系 我们今天依然在受贿其中的这个欧基里德定理 阿基米德都产生于希腊化时代 都产生于东西方文化交融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斯多亚学派 这种倡导自然法 倡导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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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体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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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这种世界主义哲学的视野 也都产生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当中 因为他已经突破了城邦的视野 或者突破了东方的视野 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后 在希腊人眼中展现的是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所以他抛弃了过去那个狭隘的城邦的概念 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生 看待这个宇宙的发展 看待自然现象 所以世界主义哲学在这个时代产生 这个希腊化时代的重要的这个历史影响 那实际上我们讲完希腊化时代啊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值得值得追忆了 希腊历史 以古典时代为代表的希腊的历史 可以说是渐渐的让位于希腊化时代 在希腊化东征的这个亚利山大东征的过程当中 在希腊化时代渐渐的这个开始发展成熟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当尤其注意 在希腊半岛的这个这个这个西方啊 在亚平宁半岛上有一个罪而小邦正在逐渐的崛起 这就是罗马人 他们从拉丁姆平原渐渐的征伐了意大利 建立了这个在罗马的这个统治 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时候 罗马对希腊化的东方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 最重要的体现为三次这个马其顿战争 到了公元前15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希腊各邦爆发了反对罗马的起义 但是已经无力回天 在公元前146年的时候 克林斯陷落 最后一个具有自由意味的这个希腊城邦 最后一点自由之火 也被罗马人所吞灭 所以罗马人最后接续了 征服了希腊 又在希腊人的基础上 这个开创了古典文明的新的一页 所以啊 这个下一次课的内容就应当是进入到这个罗马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华